蓝花的种子能不能播种育苗呢 蓝花的种子呢 首先我们得知道它的一个结构 很多的新手的男友 可能还没有见过蓝花的种子 蓝花种子在开花以后 所结成的一个树果 树果的形状就是这样的 叫树果 这个里面包含了有很多的种子 我们现在把它捏开 这是一个沙沙蓝 蓝花种子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细小 成粉末状非常细小的 这一个果子里面 可能有十几几十万粒种子 蓝花种子它对这个环境 和水分的要求呢 特别的苛刻 当然了除了水分和环境 土壤这些必要的因素以外 还需要一种蓝菌 就是蓝花共生菌 必须要有这种蓝花共生菌 它才能成活 才能蒙发成苗 它呢有一个过程 第一步 它蒙发呢有一个过程 有一个 它第一步呢是 这个粉末状的随风飘扬 飘到一个很适合 它的一个环境中 一个土壤里 然后呢被泥土覆盖 这个泥土中 必须要有一种蓝花共生菌 一种细菌 一种菌类 在这种菌类的协助下 种子呢 它开始膨胀 膨胀以后生成了 就是我们常说的 龙蛋 或者是龙根 它首先呢是生成了 这么一个龙蛋 像生姜块一样的 一个块砖的东西 有些呢 种子可能集聚在一起比较多 这个龙蛋就大 很大的一块 有些呢就比较少一点 像这样的比较少一点 然后再从这个上面 门生出根和苗 这就成为蓝苗 蓝花种子育苗的 最难的一点 就是从种子到龙蛋 这一关 这一关是最难的 必须要有一个 合适的土壤环境 然后呢 那个土壤中 还有不可缺少的蓝花共生菌 它才能形成这个龙蛋 而由龙蛋育成苗 这一关呢 在人工养活的条件下 是可以做到的 2018年的6月份呢 浩世龙福自己 曾经养过 养过一盆这个龙蛋苗 最后呢 把它养成苗了 养出根 养成苗了 根也长出来 苗也长出来 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从种子到龙蛋 这一关 很难做到 事实上呢 从用种子去育苗啊 耗费的时间呢 长 因为从种子育苗 就算你成功了 等到开花 最起码也要四五年以后 这个周期太长了 不合算 二一个呢 难度太大 成功的机会 太小 所以我们一般的蓝花的繁殖 都没有人去使用这个种子 都是直接用蜂苗的方法 用种子的方法呢 是很少有人用到的